客室角落堆积垃圾 还有随处布满灰尘 这里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安邦难民学校 还没打扫钱的样子 刺激之工趁着新学期开课前 决定将它整理一番 这个很难洗 你看洗得掉 师傅你觉得这个 多久没有洗啊 我看整三年吧 可能用水冲了 曾经也在难民学校上课的哈尼夫 这一天知道刺激之工前来 也加入了打扫行列 这所曾经完成 无数孩子求学梦的难民学校 唯有妥善经营整理 才能让他发挥最大良能 早期的时候 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 都有一二年纪 但是可能是学生越来越少 越来越没有人要来 所以现在从早期的百多两百个 一直到现在只有三十多位学生 趁着学校假期 也来帮忙大扫除的医学院生 达尼尔 尽管被灰尘过敏 但参与让他发现 手心向下的惊喜 现在我能感到有多残忍 有些人都感到 而在做这些 我能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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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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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